大家好 我是德瑞國際幼兒園級幼稚園部的校長 我叫羅宋文 幼稚園部一共有三間校舍 今天我們位於紅磡校舍 紅磡校舍的地方比較大 總共有八個課室 當中有一個特色的地方是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也有不同的大肌肉設施 可以讓小朋友每天來曬太陽 和在戶外玩不同的大肌肉活動 空中花園也有一個圖書館 裡面的藏書量相對算是多 可以方便小朋友在圖書館 去到圖書館去挑選自己的圖書 享受課課的時間 和朋友一起去看圖書 和老師也會做一些故事活動 另外在班房的設置方面 我們也會有不同的學習角落 另外也會有空間讓小朋友和老師 可以坐在一起去上課 在我們一般上課的時候 在班房裡也會看到有兩位老師 包括了我們一位英文的班主任 還有一位中文的班主任 看看那一班是國際班還是本地班 如果是國際班的話 就會是英文老師和普通話老師 如果是本地班 就會是英文老師和廣東話老師 會和小朋友進行受課 以及進行每天的學習活動 例如我們在上學期尾的時候 我們就和全校的小朋友 做了一個環保子活動 我們將我們一年內 所收集回來的一些廢紙 一些單面紙 我們全校的同學 小朋友 和老師 一起都運用了這些紙 去做一些環保子 當中他們都會學習到 剛才所說的17個永續目標 我們都會知道原來我們有很多資源 我們是可以想一些方法 去將它們複製、複製、複製、複製 又或者是複製 小朋友通過一些很手作的活動 例如坐在一起 一起很努力地去撕爛些紙 浸在暖水那裡 然後我們用一個blender 去攪爛這些紙碎 變成一些紙張 然後一起去用一些不同的工具 去做了很多張環保子 這些環保子在上學的最後一天 他們都拿來做了一些心意卡 或者一些thank you卡 拿到回家去送給爸爸媽媽 這張卡除了是一張感謝爸爸媽媽 幫他們在這一年裏做了很多事情之外 其實也很希望透過這張環保子 去傳遞一個訊息 讓爸爸媽媽知道原來環保的重要性 還有原來這麼小的小朋友 他們都可以為我們的地球出一分靈 是這樣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